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时尚视频他们都是到国外进的 所以我就想到做这个视频 当时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东西做出来比较原始的东西做出来 天然的东西做出来老外还是很喜欢的 慢慢开始做起来 我们是从事视频行业 现在从若干年之后 就我们公司生产什么 市场上就流行什么 我们有四级设计师团队 当然我们自己也参与设计 我们自己的一些中国人 我们是希腊 做到希腊应该是我们最大的 我们最大的这个希腊的批发商 我们中医中心 是泰国第一家 及门诊部 和住院部一起的一家中医中心 占地面积1800平米 也是聊了上万个泰国病人 海外发现化妆大部分防疫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视频是点缀的 疫情之后 这些人都戴上口罩了 然后他也没有必要 就把自己打扮 因为人家看不到他的脸 那疫情还有一个原因 就出去的更少了 社交之间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在疫情 对我们影响还是蛮大的 当地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宵禁措施 原材料价格 人工工资的上涨 还有宁远景区 国际海运费用的增加 对我们住外贸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的 新冠疫情发生以前 我们一个集团圈的海运费 最多不超过三千美金 但是到现在已经涨了五倍 比如说一万五美金 在疫情爆发之前 我就是一直从事着 比利时的华人社团工作 每天的生活是忙忙碌碌碌 丰富多彩 疫情爆发之后呢 所有的一切都尬然而止 疫情之前呢 我们主要是做旅游的 旅游跟这个红酒啊 酒的进出口这个生意 后来随着疫情来了以后呢 这块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做 旅行社呢 持续两年多了 已经处在关闭的状态 所有的员工呢 都是在义务的 在帮助客户啊 以前的改签退票啊 这些工作 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而且呢 由疫情带来的全球的 货运价格的上涨 所以呢 我们进出口业 我们基本上就停止了 在去年病情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立即采用了 中医中心在线治疗 那很多病人 把他们的照片 舌苔 送在传道网上送给我们 通过我们的中医中心 进行问诊 治疗了将近200多人 我们也是赶上了一个机会 我们在2020年底 我们收购了智利家的医院 现在我们把这家医院 已经改成了叫中治友好医院 中国的疫苗 在智利的做三期临床实验 疫苗的引进 包括测试剂 在智利的推广 这个也都是我们做的 我们等于是从 当时疫情受冲击最大的行业 比如像旅游啊 进出口啊 这个最大的行业 一下转入了一个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 这个行业 我们现在做一个科技研发中心 主要是针对疫苗的实验 包括后疫情时代 今后的疫苗啊 包括病毒的防治啊 我们在做一个生物实验室 新冠期间我个人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是我重返了职场 很幸运的呢 家电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往外引 我们一定要转变思路 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上面 海外发展化人 他们也在不断的想办法 这个青砖上能慢慢的克服困难 这些东西是针对疫苗的实验室 是针对疫苗的实验室 是针对疫苗的实验室 是针对疫苗的实验室